哥倫比亞亞馬遜越南 在5月初發生小型飛機墜毀事故 聲明原住民鞋棠借面於難 在險惡的環境求生40天奇蹟獲救 其中定領3個小弟妹 逃出鬼門關的13歲女堂被視為小英雄 但近日揭發了她的可憐身世 根據路透社報導 聲明鞋棠被送院治療期間 負責照顧的疑伏機構 懷疑女童曾經遭到性侵害 檢警介入調查 認為女童的繼父拉諾克嫌疑最大 哥倫比亞檢察官透過聲明 指控32歲的拉諾克性侵繼女 而且是從女童10歲起就開始犯案 當局已在11日逮捕拉諾克 而4名鞋棠 目前由哥倫比亞 官方社福機構暫時照顧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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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